发烧并不是一种病 发烧是什么 发烧是一种症状 不是一种病 也就是说 仅仅知道发烧 并不能代表 我们知道这个病情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任何的原因 导致体内出现了一个反应 其中一种反应叫发烧 小儿发热真的会烧坏脑子吗 说烧坏脑子的事吧 不是那么直接 对吧 对 都是咱们说把脑子烧坏 脑子烧不坏 小儿发热引起经觉是什么样的 经觉就是什么 肌肉的一个快速的 紧张出锁 这种收缩 他就是一放大版的小儿经觉 你看啊 你可以这么包 今天老刘带来一道 美味的白菜鲜虾烧卖 本期节目 特邀北京和牧家医院 儿科主任崔玉涛 教您正确认识 小儿发热 我们是传递精彩 感动世界 8月 我的中国心 落地韩国 选目开播 这节目特别好看 都会真正唱起来 你知道 这个是愿意 特别自豪 美国 澳洲 泰国 12个国家和地区 同步引进 即将起目 梦想升级 全球共享 欢迎各位收看 由鲁豪花生油 独家光明播出的 饮食养生会 同时感谢 生龙米之清酒 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 我们的节目呢 一直是受到很多 老年人 还有一些青年人的喜爱 年轻人一直跟我们说 对这个育儿啊 还是希望多讲一点 今天呢 我们就专门邀请 北京和睦家医院 儿科主任 崔玉涛先生 给我们讲讲 小儿发热 好 有请崔先生 欢迎 崔玉涛 北京和睦家医院 儿科主任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 胖胖 著名主持人 王小千 著名主持人 张岳 我们一般都叫 小儿发烧 大夫可能是不是 怕发烧这俩字太吓人 他们都叫发热 其实发烧可能是 比较形象的 就是说温度高了嘛 发热呢 代表着一个 不同程度的一个 总的一个概括 发热可以有低热 中等热高度热超高热 这等于一个 一个总的概括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小儿发热 小儿发热得好好认识 小儿发热要是控制不好 小儿发热的那种 高烧经厥的话 那会对脑子造成 不可逆的损伤啊 我身边的朋友有过 好像说烧坏脑子的事吧 不是那么直接 对吧 对 都是咱们说把脑子烧坏 脑子烧不坏 反正我觉得 这个事还是要提起重视吧 发热 所以崔大夫的意思 一分为二看发热 它还有利的一面 有弊的一面 为什么发烧 我们说利和弊 先说发烧是什么 发烧是一种症状 不是一种病 也就是说 仅仅知道发烧 并不能代表 我们知道这个病情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 任何的原因 导致体内出现了一个反应 其中一种反应 叫发烧 不明原因的发烧 太可怕了 不明原因发烧 实际是没找到原因的发烧 对 它肯定有原因 但是我们没找到 对 所以现在我们先说 对待发烧来说 家长千万不要认为 只要发烧了 体温降正常了 就是万事大急 这个一定不能这么去想 所以为什么叫利呢 利就代表什么 遇到了一些 人体内的刺激以后 体内有一个反应 这反应对人体来说 肯定是好事 它能反应的上来 那我们呢 怎么样认识这个反应 那我们说 发烧如果在比较低的水平的话 所以它可以刺激 人体免系统的激活 应激 动用到起作用 所以说就发烧 就是说有成长 对 说几年不发烧 还不好 免系统会成熟 其实我们说 人体免系统 简单说 应该什么说 应该跟消防队员一样 随时应激准备 那这个随时应激 这随时必须有外界的 不断刺激它 才能导致它一个应激状态 其实发烧呢 也是动用免疫系统 同时让它处于应激状态 对人体来说是个好事 对 有人把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呢 比喻为人体的武装部队 说这武装部队 就是抵御外来侵略的 说你这个武装部队 你老也不使用它 它慢慢的 它各种功能都退化了 对 所以发点烧呢 不那么积极了 很适当地给它调剂调剂 调动一下它的积极性 所以有些人一辈子不生病 一生病嘎巴就走了 就是一大病 对 这学生有道理 完了这利弊呢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 高尔惊觉 其实高尔惊觉呢 您刚才说那个弊呢 有点过了 过了原因在哪呢 不是说您理解的过了 是可能有时候归结错了 比如说任何病 都可以引起发烧 那脑炎本身也可以引起发烧 但脑炎对脑组织 肯定有损伤 那不是发烧本身造成的 是这个引起发烧的疾病造成的 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 老怪对于发烧 所以觉得发烧一旦不退 就可能烧傻 或者听说谁家孩子烧傻了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实际上得着这个病 就是侵犯脑子的病 发烧是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 所以这样的话容易传成什么呀 高热不退或不及时退 就可能出现问题了 就是傻了 甚至以后惊觉持续存在了 假的很多原因 实际不是这样 那不就是好多小孩发烧 这个惊觉不就是因为发烧引起的吗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高热惊觉 也可以叫发热惊觉 分成两类 一类叫良性惊觉 一类叫病理性惊觉 什么叫良性惊觉呢 就刚才您说的 就仅仅因为发烧造成的惊觉 这个对脑子没有损伤 也是说这种单纯的 或者是非病理性的 或良性的惊觉 惊觉完以后 孩子跟原来一模一样 您跟我们描述一下 小儿发烧惊觉了之后 是以什么表现呢 老听说我还真没见过 先说不说高热惊觉 惊觉就是什么 肌肉的一个快速的 紧张 这种收缩 所以它是一种 太伤了 它就是一放大版的小儿精卷 所以就是这样 像刘老师这种形容的 它有快速的肌肉的 振乱性的收缩 它不是伸张 它是收缩 口吐白沫吗 因为精卷没有这样背着的 而是搓在一块的 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预防 所以这块也写了说 高热毁坏人体的蛀虫 是因为有精觉这个存在 精觉本身 刚才我讲对大脑没有损伤 但是精觉过程中 人可能会有窒息 人可能会有呕吐物 会误吸到气管 堵塞 呼吸到舌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处理的 对 它要舌头一旦在两个牙之间 它可能会对舌头 因为它的收缩 所以这是家长们 平常遇到精觉以后 比较慌张的一个问题 怎么叫呢 遇到精觉以后 让孩子侧着 同时两牙之间的 垫上点东西 我们家长特别有风险精神 把手指隔在中间 这样的话只要牙齿咬不到 呕吐物能够很顺利地流出口腔外 精觉过后以后 对孩子就没有损伤 做父母的就这样 那这小儿精觉 他到几岁就发烧 不会精觉了 一般大人没有精觉的 一般六岁 六岁以后出现这种高热 引起的单纯性精觉 几乎就没有了 是六岁以内常见的事情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 六岁以前的这种 单纯性的高烧 引起的精觉 就是没有控制住体温 就体温伤得太高造成的 对 所以我们一会儿 才会谈到一个退烧的问题 否则的话 就不用谈到退烧的问题了 所以精觉除了单纯性 或者良性精觉 也还有当然病理性的 那就是说 激发于别的病之后的 比如说本身有癫痫 本身脑子有问题 等等的时候 可能引起的 这种发烧同时出现的精觉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 发热的这个低热 中热 低热呢 正常的体温在 35.5度到37.5度之间 都是正常的 那么低热呢 就是37.3到38 中度发热呢 是38.1到39 高热就是39.1到41 超高热 41度以上 那很少 这真烧了 那个40度以上 上到什么程度 就已经很少了吧 一般您看到的最高烧烧的多少度了 可以烧到42度 哎呦 哎呀 现在呢 刚才说了 再说最高烧42度也是很少见的 不是说特常见的 为什么这么分度呢 实际代表它一个危险性 其实这个颜色代表的也是一个 紧紧的信号的一个颜色 也就是说到了高热才需要退烧 可是我们大家理解什么 37度5以上都叫发烧 都应该吃退烧药 对对对 可是那个有点过 我们得到的那个指示是 38.5度就要吃退烧药 38.5度以上吃退烧药 指的是你服药的时间 因为服药的瞬间 不可能体温就下降 对 还有个过程 体温还会有个上升 其实真正退烧的时候 要到39度退烧 所以吃药会比这个温度 稍微的早一点来吃药 打个提前量 正常人体温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 一般液涡温度为36摄氏度 至37.4摄氏度 体温超过37.5摄氏度 定为发热 俗称发烧 进一步划分为 37.3摄氏度 至38摄氏度 为低度发热 38.1摄氏度 至39摄氏度 为中度发热 39.1摄氏度 至41摄氏度 为高热 超过41摄氏度 为超高热 还有你怎么才能够知道 这孩子的温度呢 对呀 摸得出来啊 摸得出来 摸得出来 他有没有发热 是靠摸的 你抱着小孩觉得不对 你摸真的真的有 然后就要测 能感觉出来 我们一般都是 小孩拿这个 耳表 不准 不准 我小侄女就挺爱发烧的 你拿耳表测的 有跟过山车似的 一会儿烧一会儿不烧 一会儿烧一会儿不烧 你不知道他到底多少度 我还没用过这种耳表 如果小孩听话 那就加腋下 对 加腋下 还有放嘴里 对 其实这有一个误解 耳闻剂是最准的 那为什么一会儿烧一会儿不烧 这就是我们测量的方法 拿刘老师做一个 好 试验一下 看怎么做 是因为方法不对 这个耳闻剂呢 它是一个大概缩型的 颜外直律说呢 放在耳道里头 因为它前面细嘛 后面相对粗 粗的地方能把耳道完全 堵住 我们家长测的时候 经常没有完全堵住 就开始按开关了 所以呢 把空气的温度和体温 混在一块儿测 一会儿堵得严点 一会儿堵得不严点 所以就发现体温是在波动 对 这个方式并不是有问题 它这个长度设计的没问题吧 不会把那个耳膜给除坏了吧 暖着呢 倒不了耳膜 再一个长短也倒不了 那我们怎么测呢 不能直接就用 一定的把这个外耳块 稍微往外瞪一下 揪耳朵 为了使得那个耳道能相对直 您可以使劲揪一下 这样更通畅 拧着最好了 把这个完全堵住耳道后 再来开开关 几秒钟就出结果 如果我们开了关再去往里 那肯定还没进去 不准确了 再有就是没有完全堵住 那个耳朵 也不行 比如说我现在这边外耳道不动 我直接这么做 实际呢 是有一部分没进去的 对 如果我这边看的话 这边是没得进到耳道里 所以这种方式是最准确的 不能这么说 是关键用法格当以后 其实完全可以作为 我们体温剂测量的方法 最准确是什么 是口表 腋下表 还是还有一种 钢表 对 我天哪 那个太惨烈了 最准确的是钢表 其实也没事 是钢表 钢表啊 钢表 那小孩也不接受啊 因为你肯定里头呢 它没有任何干扰 它肯定是测量的是 人体内部的温度 是最准确 但是您说的特对 小孩不接受 你是为了搞研究 还是为了观察病情治病 如果为了搞研究的话 那我要写一篇医学论文 我肯定得用钢文来表达 这孩子体温 那这个不是我们平常 在家里护理中需要推荐的 所以我们说呢 耳温腔是最准的 是最方便的 最快 但是要更精确的 应该说更精确的 才有用夜温 或者是口腔温度和钢温 为什么叫更呢 因为我们不见得追求更 因为生活中 不是特别容易做到更 一个人口腔 孩子要吊断怎么办 那里面具有水银呢 对啊 如果要是钢温 他为这个 他会大哭大闹 对对对 然后怎么办 又是一个问题 必须让他夹住 夜温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参测准 如果他不夹住 还是不夹住 或者中间松一松 对松一松 那就是那样 就是小孩夹着表 大人夹着小孩 对 控住五分钟 我要给我那个外申子 试表的时候 我就得哄他呀 脸哄带蒙的 骗他 然后能 说是容易 但对某些年龄的孩子 可能做起来也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家里用耳温枪这种方式 测量体温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测量部位是否形成了密闭的小空间 只有形成了局部密闭的小空间 测量体温才有准确的基础 二 安全性 水银温度计存在潜在风险 三 快速性 耳温枪式测量最快 根据婴幼儿的特点 兼顾快速 准确 安全等因素 在家庭中最为简易的方式 还是建议使用耳温枪式温度计 测量前 家长轻轻向外拉直孩子的耳阔 将体温枪全部阻塞外耳道 再开启测量 如果测量温度超过38.5度 就要给孩子不用退热药物 那怎样区分孩子正常体温 身高和发热呢 有时候他会热一下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孩子高热了 需要不要来医院 那我问他第一句话 先不问体温 我先问孩子现在干嘛呢 对 他蔫没蔫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 先不问体温 先问他干什么呢 如果说现在正在地下玩呢 那肯定不重要 即使体温40度了 也不用急 可以在家吃退烧药 如果说现在睡觉呢 那应该第二句话 我问他平常这点是不是睡觉 如果平常这时候就睡觉了 那醒了以后看看他的情况 如果平常这时候不是睡觉 那我建议他把孩子报到医院来 反正我的经验 对于家长来说 儿科大夫是最淡定的 进来说 哎呀 不得了了 没事 你说这大夫怎么这样 但是还真就没事 你说用我来看看吧 大夫说不用来看 怎么就不给我们看看 又不是不给钱 不用来看 一会儿就行了 哎 鬼鬼还真行了 这家长的着急啊 还真是跟大夫 是跟因为 冷静的不一样 对对 因为大家 角色不一样 掌握知识的量不一样 对 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节目的重要性了 对对对 从我们的节目能告诉家长 之间让他有一个 心理的一个准备 这样的话呢 再遇到这情况的时候呢 就不那么焦急了 是 因为我们经常遇到家长 报还到医院来 多少度没测 为什么 来不及测了 发烧多长时间了 好像刚烧 到这医院来 医生能帮你做什么 抽血检查 可能所有的指标 都没反应上来 看其他的一些部位的无理检查 也可能还没有反应上来 说的没事吧 孩子发烧了 对 说的有事吧 啥也啥不出来 所以就那样 大家都很焦急 因为任何人出现问题以后 都一段时间 才能把这表现 这些不良的表现 或不正常表现 才能表现出来 我遇到一个情况 我莫名其妙啊 就是有一次 我的小宝宝 就是发烧了 然后平常的发烧 真像您说的那样 该玩啊 该什么的 摸他脑袋热 但医测体温呢 也有点高 但是呢 就那次体温不太高 还不到38度 然后他就躺着了 平常怎么逗他呀 他爱玩的玩具 给他什么都不要 然后也没办法 后来说你哪疼啊 他也说不出来 又不咳嗽 又不拉肚子 也不流青鼻涕 就是发烧 后来我们都感到很害怕 因为不明原因嘛 然后过了半天 莫名其妙的 他又不烧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这说 体温增高的时候 我们要问到运动怎么样 哭闹状态怎么样 和吃奶怎么样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是以刚才您说的 这个情况 很可能当时 他有一个中毒表现 就是吧 比如说 肠道感染了 正好毒素在往里吸收 他会很难受 可能吸收完了以后 机体免疫系统给他又看过去了 算了又恢复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一般情况 先不要着急以体温 有家长跟我说 我什么时候带他来医院 是体温38度5 39度还是39度5 实际不是以这个温度 关键是一般状况 当然 如果发烧 伴有了这些特别的情况 要随时来 甭管发烧多长时间 包括了面色苍白 呼吸加速 情绪不稳 恶心呕吐或腹泻 或突然出现了全身的皮疹 这时候要及时来医院 为什么我们有时说 不让家长这么着急来 其实来了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经常来早了以后 解决不了问题 家长肯定很遗憾不说 来这以后 一旦周围要有些传染病的孩子 也还传染他回去 反而更重 其实是这个目的 并不是说 我们医生 为了清钱不堪病 不是这个意思 是怕他因为小事 结果来到医院一次以后 变成大事 这还真是 你说 那小孩又不听话 戴口罩的也不好戴 到这就东摸西摸 两孩子见面就开始玩上了 不知道人家的孩子 有什么疾病 所以有时候 还是在家里边 观察一下 这块在提醒 你电视机前的朋友 遇到孩子发烧的时候 先吃伤退烧药 再去医院看医生 千万别认为 我想让医生知道 我孩子发烧到底有多高 因为很可能 在医院就诊的时间 孩子出现高热警觉了 那个环境中 要真出现高热警觉 非常慌乱的 处理起来也不方便 甚至不及时 一定是遇到38度以上 吃上退烧药 带孩子到医院 看医生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经常像您说的那样 是想让大夫知道 这孩子发烧呢 发烧有多高 然后就不吃药 其实应该在家先服上药 对 家长啊 真的是应该掌握一些知识 要不然的话 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 单惊受怕 单惊受怕 然后小孩也痛苦 家长更痛苦 对 有的时候孩子得病 家长就说 要恨不得自己病 不让孩子病 这是一种心情 但如果掌握了 相应的一点点知识 可能这个场面 就不会发生了 这样我前两天 碰上这么一个孩子 晚上五点多 家长带孩子来 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孩子来就说 我特难受 有点发烧 我就是特难受 哪难受 说不清楚 就是特难受 妈妈说早上走的时候 跟正常孩子一样 到幼儿园 晚上回来很难受 到医院来看 其实我们仔细询问半天 就看那件 短袖衣服 能明白是什么 出了很多次汗 能看不上很多次汗 实际孩子是因为 在很热的天气 玩耍以后 出了很多汗以后 带走很多电解质 结果孩子出现了 所谓的中暑 缺假 这时候我们再用量的一击 其实要知道 孩子往外蒸发热 还能调节体温 一击把皮肤的血管 一收缩了以后 热蒸不出来 体内又缺水 那肯定会出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 要真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以脱水 引起的最严重的问题 而不是发烧 所以遇到我刚才讲的 这五岁的孩子 我们就一点烟 给他喝糖盐水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孩子经济状态 就开始好转 完了一会儿体温也正常了 回家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 妈妈给我打电话 孩子已经完全正常了 您说那糖盐水 是医院专门的呢 还是自己到家里 可以对质的呢 要是在医院里头 比较简单 因为愿意叫 口服补叶盐 对质到这个 就是糖盐水 但是如果家里的话 其实我们就拿温水里 搁一点盐 搁点糖就行 比例不需要那么严格 原来只知道放盐 还要稍微放一点糖 对 因为在人的发烧过程中 也是消耗能量的过程 往往同时呢 会有血糖的降低 所以我们有糖盐水 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要少量多次吃呢 因为他胃肠道 也出现脱水 吃太多以后 他会呕吐 所以我们就 10毫升 20毫升 这慢慢让他喝着 5分钟 10分钟喝一次 一个小时以后 进去开始好转 所以遇到夏天的时候 或孩子剧烈运动以后 一定要补充的是糖盐水 而且这时候 千万别给他多穿呀 或者是给他用凉水洗 让他把那个热 给积在体内 这样的话 会加重病情 如何认识宝宝高热呢 高热是疾病 特别是感染性疾病的 常见的表现 还有一些症状 其实呢 在这里说发烧呢 有一点点的复杂 其实发烧就是什么呀 就体内的一种特殊的 我们叫脂热源 刺激大脑以后 引起的发烧 那治愿源主要来自于哪 主要来自于感染性的 这些细菌或病毒 所以我们说高热 主要是感染性疾病的 常见表现 表现呢 是只要一发烧 心率就增快 因为人体的代谢就增加 再一个呼吸就变快 为什么 呼吸变快是为了 往外散热 再有 就是说寒战四肢冰冷 是因为人体开始 有一个寒战反射 是为了保持体内的温度 热壁 或者的话 就不可能出现发烧这个现象 所以这三个呢 是发热本身带来的 不是疾病本身带来的 所以呢 大家不要以这三方面 来评判 孩子是否病情的情绪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时候家长说 这孩子心率快 是不是心肌炎 那我们可以吃个消耀 体温下来了以后 心率就慢下来了 那肯定不是心肌炎 比如呼吸急促 是不是肺炎 那如果体温下来了 呼吸不促了 反过来证明 也不是肺炎 所以这三个表现 容易吓着家长 但是 其实它是发热 本身带来的人体的反应 并不是代表 是症状 并不是疾病的 轻重的 评判的标准 孩子的体温 异于波动 感染 环境 以及运动等多方面因素 都可使孩子的体温发生变化 孩子体温的升高 不一定就是发热 若有短暂的体温波动 但全身状况良好 又没有其他异常表现 家长就不应认为孩子在发热 体温异常升高 也就是发热 与哭闹后造成的体温升高 是不同的 发热时不仅体温增高 还同时存在因疾病 引起的其他异常表现 例如面色苍白 呼吸加速 情绪不稳定 恶心 呕吐 腹泻 提诊等 除了量体温外 还要仔细观察孩子的 各种表现 一方面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另一方面可以为医生 提供较可靠的信息 好 我们新浪微博的网友魏女士 他说孩子这几天发烧了 而且还烧出了口腔溃疡 难道发烧还会引起口腔溃疡吗 发烧本身不会引起口腔溃疡 很可能是口腔炎 或炮忍性 腌加炎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炮 等快好了以后 炮破了 就形成了溃疡 这时候 我们给孩子喝一些凉点的奶 或者是水 这样的话让他相对舒服一些 也没辙 忍 那也不要吃药吗 吃药对口腔溃疡的愈合 没有任何帮助 那贴那个小孩为什么不能贴 现在不是不能贴 如果在嘴唇里边当然容易贴 在嗓子怎么贴 所以很多时候 不是只嘴唇里边这一点 嗓子里边还会有多 好 我们了解了宝宝发热的一些常识 非常感谢教授 然后我们给大家做点吃 今天给各位做一道鲜虾白菜包 有虾有白菜 但是怎么做的听不懂 但这个包就是包裹起来的包 不是包子的包 不是来做包子 没办法把它包成包子 不过可以尝试 可以把它包成烧卖的样式 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 那边有白菜 看这个白菜 处理过 要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周边处理一下 圆的 然后用热水把它烫过 焯熟了 有青豆 这是香菜梗 这是做盛用的 包起来 胡萝卜 虾仁 盐 胡椒粉 糖 水淀粉 那边有热水烧的 这个是待会要用的 现在我们开火 先要把馅炒出来 白菜包嘛 包就是有皮有馅 馅要把它炒熟 让锅热一热 然后锅里面倒入卤花花生油 油杯太多 虾仁扇放进来 只要炒红了就行 虾仁慢慢变了颜色 然后豌豆 红配绿 再把胡萝卜 加点盐 加一点点糖 胡椒粉 胡椒粉来一点 好 好嘞 接下来干嘛呢 这时候呢 我们要接下来 把这个馅儿凉一下 太烫了不好包 包的方法有几种 一种呢 就是把它包成卷 嗯嗯嗯 还一个呢 把它裹起来 还有一种呢 把它包成烧麦 烧麦那个怎么包呀 它又立不起来 立得起来 你看啊 嗯 你可以这么包 哦 就烧麦那种一朵花 哎 捆一下 拿个橡皮筋也行吧 橡皮筋没法吃啊 那倒是方便 找了半天也没看见 有卖橡皮香菜的 嘿嘿嘿嘿 寄个疙瘩 哎 这个像烧麦 烧麦 白菜做的烧麦 咱们里边 而且还是包的虾仁 自己动手 放进去 我也要试 打一截 再打一截 这肯定就开不了了 然后呢 我们开火 把它们放到蒸锅里面 去蒸一下 蒸个三五分钟就可以 白菜鲜虾烧麦 已经蒸了五分钟了 现在呢 我们再把火打开 锅里面倒一点点水 打开 加出来先 对 加出来 锅里倒点水 把水烧开 我们勾一个芡 水里面可以来一点点盐 哦 就是要在这上面 再淋一层是吧 对 淋一层好看 好看 叫玻璃芡 玻璃芡 对 淡淡的 勾芡呢 那一定要把水烧开 水要是没烧开的 芡是勾不成的 那下去成什么呢 上面就成面疙瘩了 哦 两个那么啪 一击面疙瘩 这勾芡呢 也得一点一点人来啊 对 那么是 你看这个还薄了一点 再来一些 哦 玻璃芡 关火 把芡往上一浇 哦 这多好看啊 白菜 鲜虾烧卖 食材 白菜 青豆 香菜梗 胡萝卜 虾仁 调料 盐 胡椒粉 糖 水淀粉 做法 一 锅中倒油烧热 先倒入虾仁炒熟 二 加入豌豆和胡萝卜 加盐 糖 胡椒粉 翻炒均匀 盛起待用 三 将炒好的馅 放到大白菜里 然后包起来 用香菜梗扎好 四 把包好的烧麦 放到蒸锅里 蒸三到五分钟 即可出锅 五 锅里倒水 加一点盐 放入水淀粉 搅拌 烧开后 浇到收麦上即可 老刘贴士 一 白菜要选大片白菜叶 而且要将白菜用水焯熟 然后剪成圆形 方便包馅 二 做勾芡时 水一定要烧开 再放水淀粉 要不就会结成团 白菜鲜虾烧麦 从创意 从样式 从口感 从营养 都不错 希望您能够喜欢 感激烈收看 感谢卤花花生油 下节目再见 再见 养生笔记 发热是人体对抗病原菌的 生理抵抗过程 对人体起到保护作用 对待发热 不应仅关注于体温 引起发热的原因很多 比如呼吸道疾病 感冒 扁桃体炎 肺炎等 消化道疾病 急性胃肠炎 腹泻等 初诊性疾病 幼儿急诊 水痘等 这些都可能引起发热 重要的是 要在医生指导下 寻找发热原因 正确对待 同时将体温控制于 38.5摄氏度以下 避免高热惊觉 饮食养生会 油脚互动进行中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登陆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并参与微博互动 即可获得由鲁花集团提供的 精美调味品套盒 还有大量精彩节目视频 和养生笔记 供您下载 天天有惊喜 赶快行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